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那道魁梧如同山岳一般的身影 仿佛有利拔山河的熊市 它智着上身 创伤无数 好像每一道创伤都不停淌写 好像千万年也未曾干涸过 它只有一只眼睛 但是就那一只眼睛 却放射出足以穿透天穷的金光 蚩佑来了 蚩佑的脚步声 震动着整个圣语血骨 积雪沸腾 在它走向我的时候 已经坍塌半截的圣塔 从底部轰然倾倒 纷飞的冰雪石块中 另外一道枯手如柴的身影 飞快地跟在蚩佑身后 越来越近 我从来没见过 这道枯瘦身影 但是它一出现 我就感觉 这是圣语圣殿长老 他不知在圣语折服了多少年 身体瘦得和一个竹竿一样 白发披肩 然而 这具销售的身躯里 却包含着力量 令人心惊胆战 室友和圣语长老 一前一后走来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心神好像都停滞了 一阵一阵的凶闷 手中真龙圣剑 也无声自动 发出嗡嗡的剑鸣之声 身躯承受这样的压力 神魂不由自主躁动起来 在眉心翘味绕来绕去 身子随时要化成龙形 在圣塔废墟周围 盘绕的那片淡光 骤然飞了起来 飞快地凝聚到血骨的上空 淡光越来越亮 慢慢凝聚成 一个只有一尺直径的光环 那道光环在我头顶急速转动着 喉咙一声 樱头压落下来 光环压顶 我的神魂好像受到了 惊为强烈的震慑和影响 积极缩回身躯之中 神魂化龙 第二阵神 圣殿长老也让嗓子干笑起来 锁住你的魂 你化不了龙 我心里忍不住一惊 圣殿长老并非威严送听 那道直径一尺的光环 好像复古之躯 在头顶不断地盘旋着 敢都敢不走 身躯的神魂一下子 被这光环给压制住了 难以动弹 持有的残躯 毕竟是残躯 在大河下被压了很多年 只剩下一道不灭的执念 但圣殿长老却是活生生的人 思维敏捷 还没有交手 已经使出杀手键 死死锁住我的神魂 无法化龙 没有龙身的神威 我只能凭借 身躯和真龙圣剑 跟两个不是强敌 终结之战了 这一天 十足等了很久 我们圣殿也等了很久 圣殿长老甘笑戛然而止 他满头披散白发 迎风吹散 露出枯白又瘦骨连寻的脸 我看到他和圣主一样 额头上密密麻麻 长了十几只的眼睛 受死 话音还没落地 石油的残躯 从面前跃上半空 手里铜棍劈头砸下 以往过去 我都跟赤油是虚影作战的 而此时此刻面对的 是他真实的血肉之躯 一根通天铜棒 仿佛把血骨砸碎 我一闪身躲过去十多米远 铜棒砰的掀起一片雪浪 碎势横飞 金血下面的地面 被咔咔的 砸出一道裂痕出来 真龙圣剑随即出窍 贴着地面横扫过去 剑芒吞吐金光刺眼 我身上带有羽王的气息 圣剑入手 好像当年羽王重生了 人和剑刹那间合围一体 圣剑横扫到中途 被赤油手中铜棒挡住 当得一声巨响 眼前想爆开一团耀眼的烟花一般 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迟疑 手腕急剧翻动着 圣剑剑光纷纷洒洒 但是都被持有的铜棒挡得滴水不入 这绝对是一个强大到不可想象的敌人 西年的战神兵主 即便被镇压这么多年 一旦复苏 依然是势不可挡 铜棒和圣剑斗争一团 静静的雪谷中 一团又一团的雪花 被气浪先动的上下翻飞 不知不觉中 圣域雪谷的四周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火把 都是世代居住在这片的圣域人 围拢在雪谷周围 观看着这场决定大河命脉的决战 持有的同胞 每一击都全力去抵挡 战团混乱的昏天地暗 也是翻天覆地 圣殿长老枯瘦身体 好像融化在一片一片飞雪之中 就像暗夜的精灵 时不时驻然显出身形 他的手里握着一根 足足有一米长的尖刺 尖刺尖厉得如同针尖 无声无息的 却阴损地像一条毒蛇一般 只要稍不留神 就会被啃噬一口 我的大半力气用来对付吃油 只有到迫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抽身对付圣殿长老 局势有些不利 头顶锁魂团始终压制我的神魂 划不出真龙的龙身 前后剧斗片刻 双臂被铜棒震得有些发麻起来 赤友在飞雪乱舞的战团中 夹杂一团狂风冲过来 我全力举起手中圣剑 凌空把劈到头顶的铜棒架开 但是用尽全力的同时 圣殿长老身影一下子从身后闪现 毒蛇一般的尖刺已经逼到我的后心 我一扭身体 尖刺紧贴大臂刺穿过去 一串鲜血刷的喷洒了出来 你敢孤身前来 就不要想着活着出去 圣殿长老朝朝不离后心窝 我丢下赤友急速贴近圣殿长老 真龙圣剑凝聚强劲的五行之力 如同一柄金光闪闪的黄金大剑 就在这个时候 血骨入口围观的圣语人明显出现骚乱 一群人东倒西歪 一辆包着铁皮的雪橇从血骨高处呼啸而过 把猝不及防的圣语人撞倒一片 骚乱的人群乱哄哄的想追赶这辆雪橇 但是雪橇速度太快 眨眼功夫已经一溜烟般的逼近战团 战团席卷的狂风强劲到极点 雪橇靠近同时呼的就掀翻了 雪橇上低伏着身子的人诸然一挺身 从翻滚的雪橇中跳了出来 这时候我的眼神顿了顿 心里骤然一紧 觉得说不出的意外 是墨天晴来了 什么人 圣殿长老额上十几只眼睛一起怒争 望着墨天晴 他仿佛有亏心的神通 看到墨天晴的时候就分辨出这是圣玉的后裔 墨天晴没有说话 归根结底 他是圣玉的后代 是吃油的后人 在这决定良玉存亡的大战中 他没有发言权 墨天晴看了看我 抬手扶起一个人形大袋子 轻轻地把他直立到身边 我的心里顿时像涌起一片冲天的狂潮 这个人形大袋子放在墨天晴身边 裹得严严实实 然而 我却能清晰感应到 一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气息 很多事情眼睛或许看不清楚 但心却不会看错 布袋子上 沾满了干涸的污血泥土 污秽不堪 这应该是 收连死人使用的果实布 阴气非常重 墨天晴 夫妻不带的同时 外面包裹着密密麻麻 几层果实布撕拉裂开了 一条身影 从果实布中跳了出来 摇摇地朝我伸出手 水鸭子 水鸭子 爷 我看到果实布里面出现的爷爷 上次在昆仑相遇之后 他被墨天晴带走了 我根本没有想到 爷爷会不远万里 一路跟到圣运 看到爷爷的时候 我不顾一切冲出战团 狂奔向他 水鸭子 爷爷老了 仿佛也更脆弱了 看到我狂奔的身影 他那双憔悴又苍苍的眼睛里 顿时涌起一团的泪花 爷爷动用隐藏的实力 难以躲避天法 半戒身子被劈得焦炭一般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痊愈 我在跑 他也在跑 他的一条腿明显在天法中中了重伤 新伤旧伤夹在一起 这条腿等于是废了 但爷爷一步都不停 托儿这条残腿 在栖息深的积雪中 攀山向我跑来 我一步跳到他的跟前 紧紧地扶住了爷爷 水鸭子 爷爷摸到我的那一刻 您就在眼眶里的泪水 无声无息地滑露下来 老泪纵横 他颤巍巍地伸出手 和过去一样 轻轻抚摸着我的脑袋 嘴里喃喃地说道 好孩子 我的好孩子 你是剩余哪一只的后人 圣殿长老从没见过爷爷 转头冲墨天琴喝道 这个老家伙 是什么来历 六哥 墨天琴没有回答圣殿长老的话 他摇摇嘴唇 跑到爷爷身边 笑声说道 六哥 我是圣殿人 你要在这里动手的话 会让我为难 六哥 想想别的法子 替我想一想 好不好 你跟我来圣殿 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只有一个孙子 是我从小 憨心如苦 拉扯大的 是我的心头肉 爷爷摸摸眼角 气气地说 我错过了半辈子 这次不能再错过了 我要护着我的孙子 任谁 都不能动他半根头发 六哥 好大的口气呀 圣殿长老看到墨天琴不语回答 已经很不耐烦 从稍稍平息的战团中 幽风一般飘荡着 他的身影若隐若现 在雪中 前一眼还在远处 后一眼已经飘到跟前 手中尖刺 击刷地刺过来 我还没有动手 爷爷已经一把 把我拉到身旁 他另一只手 握着许久之前 我给他那根莲花木棒 莲花木棒 伴随羽王的彻底消失 已经消失了神性 再没有黄灿灿的神光了 却依旧坚硬如铁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有声的紫金 《黄河鬼尸》